我等等要點踏空間的下午茶 有人要加一嗎 等等 每一個人都要點 我這樣一個一個算 算完都下班了 我等一下還要跟他們收錢 我只是好心想要當主舊而已 難道沒有更簡單的方法嗎 大家好 我是電踏瘦女貝爾 我每次都覺得那種開團的團長啊 主舊 真的超偉大 你要一個一個列出商品的品項 然後整理大家需求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跟他收錢對賬 這真的超花時間的耶 如果你要開團 就是需要一個方便的小工具 LINE最新推出了一個新功能 叫做LINE揪團 讓主舊明明白白的列好每一項商品 那團員要什麼呢 他們也可以輕鬆勾選 重點是結單之後 系統會幫你彙整好一個清單 誰要付錢還可以用LINE轉帳 平常有在開團跟團的 趕快把這項功能學起來 那我把LINE揪團需要的作業系統 補充在這邊 符合遺商的版本 就可以使用到這項功能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下去 但我要先說啊 LINE揪團這個功能 只有限定在群組裡面才可以使用哦 如果是多人聊天室 或是LINE社群是沒有的哦 那我們打開LINE的群組啊 點選左下角的家 然後你看到右邊就有一個綠色的LINE揪團 我們點進去 然後我們點選立即揪團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開團 我們就來訂一個主題 比如說我今天要揪一個下午茶團 我就在上面打一個下午茶 然後呢 它這邊就可以上傳照片 照片最多可以8張 我們今天要點踏空間的東西 我們就來上傳踏空間的圖片 那我們上傳好照片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輸入 我們要開團的品項啦 然後還有輸入它的價格 它最多可以新增500項 我們現在就來一個一個選 好 我們最後在填上收單的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是下午茶嘛 下午茶收腳就是要快 我看 今天是8月30 等一下 8月30號嘛 8月30號 然後我們就設定 3點半的時候收單好了 3點半的時候收單 那我們這邊還要選一下揪團類型 我們今天因為揪的是下午茶 所以就算美食生鮮好了 然後最下方呢 會有一個允許團員複選 這通常都會需要打勾啦 那看好我們的表單 都確定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點選 確定揪團 揪團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開團囉 好 你看我們建立好表單之後 它的訊息就會自動出現在群組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是群組裡面的成員呢 我就要點選查看齒揪團詳情 就可以看到我們上面 我剛才貼的照片 你看有沒有照片 看起來很好吃耶 就已經在上面 然後身為主揪 你看就是要貼心 在上面還放了菜單給大家看 然後這時候你看我下面很清楚的 就是列出我所有品項 然後你就看你要點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點 鐵觀音拿鐵好了 鐵觀音拿鐵 然後點選參加 這樣子就可以囉 所以不管你是朋友的小團啊 或是專業的揪團群組 其實都可以很方便快速 然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回應了這項表單 比如說你看現在大家這些人都已經有點了 甚余恩還沒點 等一下再看看要不要通知他點 或是他也可以不要吃了 他是最該吃的人 但是他沒有點 看看其他這些人都在幹嘛 罪惡的下午茶不快 好 然後 如果你要看現在有哪些團正在開的話 你可以回到 你可以回到查看揪團列表的地方 這邊就會列出從以前到現在有開過哪些團 那你也不用擔心你的揪團會被洗掉 因為你可以把它設為公告 設為公告之後你就可以隨時就是回來看淨兔 不用怕訊息被洗掉 好的 那收單期限一到呢 系統就會幫你自動收單 我原本想說要不要等羽恩 但因為羽恩目前沒有回應 那我們就不要等他了 我們就要提前收單 在選單的右上角呢 那個三個點點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結束登記 我們點下去就可以提前收單了 好 這時候我們再點進去查看持久團內容 你看系統它就可以幫我們整理出就是每個人點了什麼東西 什麼品項 然後它總共要付多少錢 甚至你看上方喔 它有列出就是每個品項有多少人點 這樣你在下訂單的時候也可以非常的清楚明瞭 好的 接下來主揪跟團長就要開始進行收錢的動作啦 我們現在來選擇收款的方式 收款的方式有兩種 LinePay Money跟Line Bank 那要用什麼方式呢 主要是由主揪來決定 如果主揪選的是LinePay Money 那你主揪跟團員同時都要是LinePay Money的用戶 就可以用LinePay Money來進行付款 那如果是Line Bank的話 主揪本身一定要有Line Bank 團員沒有沒關係 那它可以透過就是別家的網銀或是ATM 來匯款到主揪的Line Bank虛擬帳號 好那我今天就先用LinePay Money來做示範 那我們就選擇LinePay Money 好的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每個人要付多少錢 非常清楚的都出現在這 然後我們應收到的總款項就是580塊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訊息寄出去 我們就邀請大家轉帳 那這個轉帳的消息呢 除了會出現在群租裡面 也會個別就是發送給各個團員喔 好那團員在收到通知之後 確認訂單就可以前往付款啦 那付款方式就是根據主揪選擇的為主 那主揪呢也可以在表單之中確認你的收款狀態 好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OK我們現在看到目前呢 只有蠟島轉帳了 剩下的人都還沒有轉帳 所以誰付錢誰沒付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誒有點下午茶了 付錢啊 賴揪團解決團購中最麻煩的訂單處理跟收款 而且它可以靈活運用喔 比如說我們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可能要收個公費嘛 那你就可以建立一個表單然後把品項列為叫做公費 價格可能是200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跟大家收款囉 那如果是有活動你要統計有多少人會來 你就可以把品項設為大人小孩 這樣在表單結束統計之後 它就可以快速的幫你計算出人數 善用賴揪團的功能就可以成為大家眼中的揪團女神 好啦我要去幫大家點剛剛大家下的訂單了 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給我們like 別忘記訂閱電探送我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好啦我要去點點下午茶了 掰掰啦 這是 好 5 4 3 2